地政总署昨天公布 5月批出4份预售榴花申请共1787伙 按月飙升近6倍 创近7个月新高 不过 同月接获5中全新申请 涉及2074伙 令全港累积代批预售榴花单位数目增至22747伙 创近1年新高 业界人士认为 滚全代批预售的榴花单位数量高期 对发展商去货扣成压力 故预计新盘会继续以低市价推售 地政总署公布 5月有4个项目获批售榴指 涉及1787伙 较4月的256伙 按月大增1531伙或近6倍 泛海国际 00129 元朗洪水桥洪安里一号 住宅项目回都埋及回都埋 上月商商获批预售榴花同意书 共提供1025伙 占5月获批预售榴花申请单位总数的约57.4 会都埋最快6月推售 占623伙 新地-00016屯门兆康大型住宅项目Novaland 分6期发展 目前已有4期推出发售 包括本周六、10日 首轮开售的第二期 而Novaland第三期 已于上月取得售榴指 提供534伙 预料2025年3月入伙 榴花期约22个月 另一个获批售榴指的项目为长实 01113由唐东圆街亲海第一期 共228伙 预计入伙日期为2025年7月 距离入伙期约26个月 亲海第二期紧接在同月申请售榴指 接及658伙 连同亲海第二期 上月共有5中全新预售申请 接及2074单位 按月减少1993伙 或约49% 当中最大规模是新世界 0017和苑展 00035 九龙东启德城景街2号 住宅项目第二期 及第三期 上月一同申请预售榴花同意书 合共提供750伙及264伙 预计2025年12月落成入伙 项目榴花期约31个月 资料显示 城景街2号第一期 于今年3月申请预售 提供291伙 换言之 目前三期合共1305伙 都已申请售榴指 其余两中新申请为香港兴业 00480 大罪山如景湾项目 以及嘉里 00683 与来蒙 03688 合作的元朗大唐路111号项目 分别占320伙及82伙 至于路径地产牵头发展的团 门管翠路18号住宅项目 以命名为海和山 另外 华贸集团旗下官堂安达神度安峰 预售榴花同意书于5月25日被取消 据了解 今次是发展商主动要求取消 当封早于2021年初推售 仅售出三伙 全数单位已经先后撻定离场 华贸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卿教早前曾透露 截至5月累积代批预售榴花单位共22747伙 较4月的22505伙 按月微增约1.1% 逐创去年5月24605伙后近一年新高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认为 滚全代批榴花单位数量持续高期 加上近期一手成交量较预期差 榴市并未复旺 对发展商购成压力 为求尽快去货 相信会继续用低市价卖楼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嘉辉指出 6月有近1800个单位获批预售 大动已批出预售榴花 但尚未发售的新盘单位总数超过13000伙 估计6月榴市持续聚焦一手市场